好,那我們所有的這個資料呢 各位發現我沒有特別在印講義,各位對不對 沒有關係,因為通通都在上面了 所以如果說你回去的時候,你有覺得有需要,你要印出來再印出來看就好了 那麻煩各位呢,您先進到這個OneNote這個網址 1234-1, knoww.net 那麼您進來之後呢,有 三種方式可以做 第一個呢,是比較標準的 你可以使用所謂的社群的帳號 好,來做連結,但是不大建議各位用Facebook,因為有些時候Facebook登錄授權的部分會有點問題 有人的那個權限設定部分,所以我比較不建議用Facebook 那另外一個方式呢,你也可以用Email,比如說在這邊用Email 你就輸入你自己想要的信箱,這樣就可以 那這個部分呢,它透過這個方式,它會寄封證證信給您 所以您必須要去收信一下 好,那這是比較標準的方法,那麼如果您覺得這樣有點太麻煩 沒關係,右手邊這裡 也沒有看到的叫訪客登錄 在這裡 好,您滑過來之後呢 您可以取得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按下去就會取得了 那不分大小寫 所以呢,你把它記下來之後呢,下次你可以用相同的代碼再進來 也就是這是一個翻轉學習平台,所以您的 那個學習紀錄 有加入過的群組 有看過的課程,通通都會留在裡面 好,都會留在裡面,所以您可以自己選擇 好,那假設我用訪客的方式 滑過來之後,點一下,有沒有產生一個八位數的代碼 好,您就可以把它記下來 那萬一不小心就給它,我瞭解就進去了,對不對 沒有關係,您看一下右上角 有沒有發現那個代碼還在這裡 有注意到了,所以 還是可以從這裡看到,那您從上面這邊 你可以先來編輯一下個人資訊 不管你是用 這個社群方式登錄,還是那個 訪客,你可以來這邊打一下你的資料 好,那這裡只有改到OneNote自己裡面而已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你的社群帳號會不會跟著同步更新 沒有 好,他只是在這邊寫著名稱 好,那您進來之後呢 您會發現這裡有很多所謂的發現課程 好,事實上這個地方呢,我也順便跟大家介紹 其實這裡面有很多其他 不錯的 好,你看 那你不小心就會看到我的嘛 這樣有看到了 再往下走 好像會看到更多一點 這樣今天 是誰站在前面應該有點印象了 呵呵呵 好,那我們的資料不在這邊 我們在這裡 你剛剛看到這個叫 一進來呢,看到這個叫課程 好,就有點像教材而已 那我們的資料在所謂的群組裡面 就像班級一樣 因為我們是一個延期 所以我們是放在群組裡面 所以待會呢,您進到這個群組 按一下 好 這樣你就看到啦 我們永遠都會擺在第一個 因為我通常是到 現場之後才開放 這個一下一開放之後就不會再收起來了 好,所以你也可以發現,我旁邊有一個有沒有 因為這個是昨天去 大同國小演習的 那你還看到我其他的 有沒有,東海的 所以你會找到很多我的啦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有興趣的 像我們上個禮拜的在這裡 有沒有,做簡報的 好,所以如果你想要加入,就自己加進去就好了 好,那你看 你要加入從這邊點一下 好,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加入 你就按一下就OK囉,進去了 好,那您進來之後呢 我們的主料資料呢 會放在任務裡面 那我們 一進來,你有看到一些 有沒有 資料都公佈在上面了 都已經公佈在上面了 主要的資料內容放在這邊 任務裡面 你就可以像這樣點開 就能看到,因為其實今天的東西 雲端的比較多 軟體的稍微少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 軟體 越來越簡單嘛 所以其實我們還會有部分是屬於App的 App的部分 那等一下呢就會做給各位看 做給各位看 那所以您從這邊就可以進來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那麼您其他的群組 萬一啦 你覺得進去之後不滿意 可以隨時離開 請從右手邊這裡 不要不捨得離開 你離開沒有人會知道 這樣了解 OK 那我就還給你囉 所以我們這邊呢 我這一段到這裡 請進來